以赛亚书第六十章 喜安娜,起来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已升起来照耀你 看啊,黑暗遮盖大地 有暗遮蔽万民 但耶和华要升起来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 万国要在你的光中行走 列王必在你如蓄日出生的光辉中行走 你举目四面观看吧 众人都聚集来到你那里 你的儿子都要从远方而来 你的女儿都必被怀抱而来 那时你看见了就必有光彩 你的心又惊讶又宽敞 因为大海的财富都必转来归你 列国的财富也都归你 成群的骆驼必遮盖你的地 米店和仪法的小骆驼 要盖满你的国境 世巴的人都必带着黄金和乳香来到 并且宣扬赞美耶和华的话 击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那里 倪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 他们必陷在我的祭坛上 成为蒙悦纳的祭品 我要荣耀我荣耀的殿 那些像云彩飞来 像鸽子飞回巢里的是谁呢 众海岛的人都必等候我 踏实的船队领先 把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 都一起从远方带来 都为了耶和华你的神的名 又为了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 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外族人要重建你的城墙 他们的君王都必服侍你 虽然我曾经在烈怒中击打了你 现在我却在恩典中怜悯你 你的城门必常常开 日夜都不关闭 使人把列国的财富带来归你 他们的君王也都被引导而来 不侍奉你的邦或国都必灭亡 那些邦国必全然荒废 礼巴嫩的荣耀必来归你 就是松树、山树和黄阳树都一起归你 我要装饰我圣所之地 我要使我踏足之处得荣耀 那些素来苦待你的人 他们的子孙都必屈身来到你那里 所要藐视你的都要在你的脚下跪拜 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 以色列圣者的喜安 你曾经被撇弃、被憎恨 以致无人经过你那里 但我要使你成为永远被夸耀的 成为万代的喜乐 你要喝万国的奶 又损猎王的乳 这样你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拯救者 是你的救赎主 雅各的大能者 我要带来黄金代替铜 带来银子代替铁 铜代替木头 铁代替石头 我要立和平做你的官长 立公义做你的监督 在你的国中 必不再听见强暴的事 在你的境内 也不再听到荒废和毁坏的事 你必称你的城墙为拯救 称你的城门为赞美 白天太阳 必不再做你的光 晚上月亮 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 耶和华 却要做你永远的光 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 你的太阳 必不再下落 你的月亮 也必不退缩 因为耶和华 要做你永远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 必要终止 你的人民 都必成为义人 永远得地为业 他们是我栽众的嫩芽 我守所做的工作 使我得荣耀 最小的 要成为一族 微弱的 要成为强盛的国 我 耶和华 必按着定期 速速 做成这事